歡迎收看小明星 挖掘新聞的一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呢 是媒體工作者 迪志偉 鄭大哥好 官朋友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工作者 呂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藝人Kitt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律師 劉瑋廷 劉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好 我們今天主題是 愛到你送我倒霉 這個 有人說愛到比較慘 那有一個男大生他上網去向大家求助 就拜託等一下大家給意見 他提到前一陣子他的女朋友 沉迷於和朋友賭博 剛開始因為他是新手 可能運氣不錯 贏了一筆 後來是越輸越多 最後因為借錢還不起了 所以用賠稅來還賭債 那這個整個情況 我們請文婉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好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幹嘛 大家知道嗎 想要仿效 不是 我第一件事馬上傳去給我女兒 沒有 這個叫做你知道嗎 有警示 對 這個是有警示意味 不要隨便跟人家聚賭 或者是覺得同學小賭怡情 我跟你講 這個 這一個就是完全就是從小賭 覺得怡情到最後真的是不可收拾 那這個男大生在他們的 其實現在校園裡面有很多的論壇 然後他就在論壇裡面發出求救信號 好 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個他的女朋友 有一天就跟幾個朋友 三五好友就聚賭 聚賭 賭什麼呢 大家一定覺得很好奇 那我也看了 其實我看老闆 你我看不懂 我真的想問大家知道嗎 什麼是妞妞 一種賭博的遊戲 什麼是射龍門 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玩的遊戲 我看老闆天我真的看不懂 我們只是要撿紅點 對 或者是什麼 拍戲 大老二之類的 聚賭店 然後還有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天啊 現在孩子怎麼會玩到 妞妞跟射龍門好 那其實剛開始 就像剛剛鄭大哥一開頭 跟大家講他運氣不錯 一天吃五六萬塊 結果換他做妝的時候 一把溜溜去 我們常講一把溜溜去 怎麼一直輸 一直輸 後來輸到呢 其實已經二十幾萬 快二三十萬 這個金額真的太龐大 他一下子他真的傻了 怎麼辦 這時候他也不敢跟爸爸媽媽說 也不敢跟男朋友說 所以這時候他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提出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幫你這樣子 可是是怎麼樣的幫法呢 原來我們常常掛在嘴上的 那個開玩笑說肉腸有沒有 在校園裡面居然發生了 因為這個同學呢 就是跟他講說 我可以幫忙你 但是一次的代價請你賠稅 那一次就是一萬塊 一萬 我想光是一萬塊 我點點點 很多人心裡面一定很多OS 反正一萬塊這樣 但是就這樣前前後後 睡了六次之後 也就還了六萬塊 他這女生越來越心裡覺得 過不去 就跟男朋友坦白的這件事情 男朋友一聽 登登 天啊 那有這種事情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就PO文在這個論壇裡面 跟大家求救就是說 請問這個所謂的 這等於是非法劇毒 難道無法可管嗎 那這個契約真的成效嗎 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我沒有想到 還有下級 下級是什麼 就是說他過了三天 他繼續就是有這個 更新一些狀況就對了 因為為什麼他會更新 因為下面很多人就說 那是紅的發紙 你是綠道發光 這種東西當然就是意思就是說 分手啦 不然就 不然就講說 你就怎麼樣 反正就是之類的 就是叫他說 說不應該攝入太多 你還替他煩惱就對了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男朋友 就說沒有 我呢 不會跟他分手 而且呢 會跟他一起攜手 渡過這個難關 話說回來 這個契約到底該怎麼辦 他們現在卡在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同學他還問說 有沒有法律系的同學 可以支援一下 真的沒辦法啦 我跟你講法律系的不夠看 我們幫你請到律師 沒錯 來啦 首先一般人所瞭解的 都講說賭債非債 確實如果你真的積欠賭債的話 法律上是沒有返還的義務 可是我們民法其實有規定說 如果你真的還了 你也不用吐回去 就是拿到錢的人 就真的拿到錢了 就算他賺到了 所以正常來講 這種賭博而產生的 或者是說一些不法原因 所產生的這個債務 是可以不用還的 所以在這個案件裡面 說實在應該是 這個女孩子是不需要去還這個債 不需要還 其實是不需要還的 我跟你借錢還賭債 我不需要還你的錢 他並不是借錢 他不是賭博輸了二十八萬 那這二十八萬 其實在法律上是不用還的 一般遇到都是民間討債 就是他不是在講法律的 用個人的這種力量的方式 要來處理這個債務的問題 不然從法律上的角度 其實是不用還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如果我今天給人家 簽了一個合約 說一次一萬 然後我必須要去跟人家賠稅 這種合約法律上也無效 他叫違反公序良 違反民法第十二條 是無效的 所以你也沒有義務要去賠稅 那當然你也沒有權利 拿到一萬塊 那我們過往 其實這種在實務上 我們也都看過 很多大老闆跟他的情婦 簽這種賠稅的合約 我們也都有遇到 那麻煩的事情是 很多時候遇到是大老闆不認 該稅的都稅完了 但是不給錢 然後這個小三或情婦 就來告這個大老闆 依照合約你賠稅 一次多少錢你算 這個一個月或甚至半年 你要給我多少錢 結果在法院裡面 都會主張認定說 這個合約無效 那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這老闆 大老闆賺到了 法律上面是 沒有辦法依照合約給 可是確實讓這個大老闆 受有一些好處 所以還是會有一個 女孩子跟他請求 像賠償 類似這樣 可是問題本票 如果他上面沒有寫原油的話 那個怎麼辦 還是可以打官司 就是我們正常本票 是不用打官司 可以直接強制執行 對方的財產 那對方如果收到 這個本票裁定 他要馬上提出 叫確認本票 這個債權是不存在的 主張說我當時候會簽這本票 是基於這個違反 公序兩署的約定 所以還是認為這個本票 背後所的法律關係是無效 所以我不用依照本票去還 今天太棒了 因為賭博所造成的所謂欠債 是不用還的 對 法律上是不用還的 太棒了 他這個女生 因為不了解法律 所以白白給他睡了六次 對不對 那Kitty 你對這個男生 跟這個女生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其實我現在 我跟文婉姐一樣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真的有點嚇到 為什麼女大生現在的大學生 可以接觸到這種賭博的遊戲 而且這個金額是非常大 因為有說到說 他前面一開始其實 就是已經贏了五六萬 到最後到二十幾萬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要去 更重視這個問題 在有關大學的生活當中 的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是被設計 因為我覺得怎麼可能會到最後 還要用賠稅 然後還有整個整個金額 然後越滾越大 因為其實我 我們常看電視 電影裡面都有講說 什麼然後什麼仙人 跳那種之類 所以我會往生 炸賭 對 我就覺得到二十幾萬 我認為是炸賭 所以就是除了就是這個 男大生跟女大生 就是我覺得要就是找像 劉律師這種專業的律師 去詢問更清楚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 去把它就是解決掉 是 是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問志偉說 如果你是這個男朋友 你會怎麼處理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金光告 這個男生其實是 你也可以說他痴情 你也說他很負責任 對不對 他不想讓女朋友 一個人陷在那裡面 要想要幫他找方法 而且已經被人家睡六次了 他還是不想分手 那志偉 要是你 你會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很困難 就是當然他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應該要覺得感到欣慰 因為他告訴我說 他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是其實如果是我唸大學的時候 因為這個男生是個大學生 我如果是我年輕 我可能不會想太多 我會直接跟他說 那你就自己去想辦法 你自己去想辦法 對啊 因為你自己闖的祸 你要自己去 那你要分手嗎 我會協助他 但是我應該就不會 跟他在一起了 就是等於是說 我不曉得他居然是會賭博 因為可能就是 而且你的金額還這麼高 那第二個是說你會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其實你如果一開始跟我講 那還可以一起想辦法 要找律師 或者是請大人幫忙 都還有機會 那等於他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就是他第一時間也沒有去在意 任何一個人的想法 他覺得反正身體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用身體去所謂賭在肉腸這件事 他當然因為六次 如果你一次就覺得 就覺得自己不對了 來告訴我 那我還可以原諒 但是六次真的太難了 這個我相信任何一個男生 可能都比較難去接受 那當然如果說以我現在的年紀 如果我跟他交往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也很愛他 方醫師怎麼看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就是有一點深深的 這個悲哀的感覺 這悲哀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這個大學生很容易當 很容易當的意思是說 好像在大學裡面 並不需要認真的讀書 然後所以會有時間可以去劇讀 或者是說覺得自己在大學裡面認真讀書 並不會在未來的事業上 或什麼賺到錢 所以需要去用這種以身涉嫌的方式 去想要夢想賺更多的錢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態 然後更可悲的是 我自己是 我自己的立場 是如果我們女生需要 我覺得以我這個年代 要當女大生也覺得蠻困難的 也是要從小到大都挨在這個書桌 前面一直念書 才能夠去當女大生嘛 可是從小到大這樣子的 一直坐在書桌前面念書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都塞到腦海裡面去之後 結果你遇到困難 是不能夠使用的 而必須用最原始的方式來償還 那我會覺得在對比 昨天看到捧恰恰的新聞是 他也欠了一大堆賭債 可是人家一年之後呢 就可以打開純折鏽 在直播中秀出說 有三千萬的存款了 那所以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怎麼了 就是一方面是這樣子 可是另外大家也許看到的是 很多名人是欠了賭債 後來是全身而退的 但實際上大部分的我們不應該像這個大學生一樣 就是把人生想得太美好 大部分人是沒有能力的 那所以這兩個大學生 其實都是在這種現實當中 才去面對自己的沒有能力 那如果我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說這個男生是我的兒子的話 他交到這樣的女朋友怎麼辦 因為明顯的這個男大學生 他其實是付不出錢來 他二十八萬 他也沒辦法拿出來 可是他又不想跟這樣子的女朋友分手 那我覺得這邊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人如果搞不清楚 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是常常會被拖下水的 我自己認為以大學生的資質 不應該說不知道說只要口袋裡面有六千塊 就可以去留律師的事務所法律諮詢 然後就可以得到後面所有的 很好的配套的答案 可是我們的大學生竟然不知道 所以假 所以我認為說 假設大學生一直沈迷網路 一直沈迷賭博 確實他不可能知道這些現實生活中 實際上需要的一些法律的資源 這些通通都不知道 然後另外我覺得 我才有話 黃醫師 我覺得外交人沈迷在裡面的時候 他也不是不知道 他有時候就覺得說 我運氣不會那麼壞 我輸到二十萬的時候 我想說我再 如果我再贏回來一點 或者是我搞不好可以倒贏 或者我少輸一點 他會這樣 可是他不曉得 他一直一直踩進去 對 所以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人的個性 是要騙一些 騙一些 我運氣一直都要壞 是 那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女生其實 他也沒有辦法去受這個苦 也沒有辦法持續 然後在那邊假裝來求助這個男生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想要求助他 他只是要看他的男朋友 能不能拿出這麼多錢來幫他 所以我覺得這心態是蠻可異的 是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我再猜我的話 因為騙我當然是不能拔 可是人他也不是不聰明 我有個朋友他真的很聰明 你知道他從沒有讀什麼書 然後上來臺北 然後這個開餐廳 很成功 成功到什麼地步 成功到他要上櫃了 在臺北開餐廳 厲害 要開到上櫃不容易吧 對 那他的股份把他乘以當時 那個市價有在流通了嘛 他算一算他大概有十六億 十六億 結果他就 說起來 我覺得他是叫自己拔掉 但是他如果 你堅決不賭 其實沒事 自己都是自己要拔 就覺得說反正我現在有十六億 對不對 我 即便我輸個一億都沒有關係 結果他就堵 你知道他最後他怎麼樣呢 最後有一天我去吃飯的時候 說老闆換人了 堵到 好像什麼事 他說 他就聽他說都去拔掉 後來那個什麼 公司堵了給人 他不聰明嗎 我覺得他其實是 我的了解 他是很聰明的人 我覺得有時候 上帝給你這樣的財富 對你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沒錯 沒錯 他還沒有上櫃 但是他已經估計自己有多少財產 所以他有多少實力 可以跟對方拚步 對 想不到 越採越採越採 採進去 我猜他以期先覺得 輸一億 好啦 沒關係啦 我撐得住 兩億也OK啦 到最後輸八億的時候 你要不要抽腿 我跟你講 他抽不了腿 他想賠 想賠啦 對 叫輸八億的人就覺得說 好啊 只有公司沒了 就這樣 心越來越大 這是人的弱點 人性的弱點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那個女生 就是跟他分手是必要的 因為他才會知道痛苦 要不然的話 可能還會再有一個二十八萬來 但鄭大哥 我觀點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其實很常接觸 人性比較黑暗這一點 像這種二十多歲的女孩子 通常就初出社會 應該講說他其實還沒出社會 可是開始跟社會人 有一些接觸了 很容易受騙上當 大概就是十幾二十歲 這個年紀的人 所以像這女孩子 他今天是因為賭博好玩 結果不知道後面會有一個 這麼大的洞 那像之前我們也會看新聞 例如說有的人他去看 看那個什麼廟裡 宮廟 結果就神棍騙他 什麼爸爸媽媽怎樣 要去化解什麼什麼 也吃出很多 甚至用身體去換 很多在十幾二十歲 是相對單純 可是你在別人眼中 其實有一些價值 那個價值可能是肉體上的價值 身體上的價值 那這些人如果在他一開始 踩到陷阱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只是踏發他 而不是拉他一把的話 他後面這輩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今天他的男朋友是說 分手拜拜 那當然他這個女孩子 當然就覺得 我也跟人家睡了 也髒了 男朋友不要我了 那我接下來要幹什麼 他大概就是一路 就往這一條路一直走 對 對 對 他可能就覺得這樣就算了 人生反正就這麼黑暗 他自己就負面了 那我們遇到很多 就是大家一開始踩錯的那一步的時候 其實還有舊的機會 大家如果願意協助他 還有讓他回來正常社會 可是大家一半就把他往外推 大概他後面的人生 大概就毀掉 一開始這樣子的年輕人踩錯一步 其實是機率非常高的 我們遇到各式各樣 不管男生或女生 像男生我們最常遇到十幾歲去做什麼 詐騙車手 人家就說你去領個錢 我就給你五千六千 他們也就覺得好像沒什麼 而且自己又是一個 不是很愛念書就去了 那第一次變成有刑事犯罪紀錄 那要不要幫他 還是他就覺得反正我就黑了 我就再來更大尾 不是當車手 我當詐騙集團的祖賢 就就一路一直往上升級升級 就念那個社會大學變成這樣 那女孩子也是一樣 那我是覺得在這種一開始 因為他本身不是自己是刻意要去做賣淫 等等這種行為 他是為了要還他賭債 他自己也可能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對 那我覺得在這時候 其實應該要拉他一把 就即便因為我們比較 我們現在的角色比較會是家長 或是說長輩的角色 就會覺得這樣子的女孩子 其實還蠻可惜的 如果可以幫幫他的話 那至少讓他知道 往後不要繼續這麼走 是所以黃醫師你剛剛說 如果是你兒子是這個男朋友 你會建議他怎麼做 我會把二十八萬掏出來 幫他還掉 然後說一定要分手 可是這男大生沒有二十八萬 可是我是媽媽 他的意思 男生的爸爸媽媽 如果我是男生的 就是說這個是我兒子的 遇到的女朋友 我會說這次就是 我會幫你處理掉這個問題 可是你們兩個一定要分手 對 因為我覺得 劉律師剛剛的論點 雖然也對 可是我覺得這邊有一個 很嚴重的價值觀 就是說這個女大生 憑什麼覺得 他在還錢上 只能夠用肉體還 而不是說你先去打工 三觀有問題 就是說或者先去洗碗也好 你至少要先嘗試 就是說我身為一個 半小時就賺一萬了 所以價值觀有問題 對 所以是價值觀 這樣才一百六 所以如果二十八萬 你覺得沒關係我有二十八萬的 在我十年也可以還 五年也可以還 人家並沒有說 你要多久一定要還 假設是這樣的前提之下 其實是可以慢慢還的 為什麼你這個女生 其實就是貪快 你賺錢也想要貪快 你還錢也要貪快 你今天才會去看上 人家給你開的價 一萬塊肉體償還 我覺得這女孩子 自己一定要付出代價 只是付出代價的方式 不是用我們幫他還 他的確有可能分期 打工 或是你們的確長輩 或許可以幫忙他 但是那個幫忙他 不是要還錢給我 就是我借給他一點錢 然後他還是要還我錢 是 他如果沒有付出代價 我告訴你 下一次又來了 沒有 你們方法都錯了 應該是重點不是 這個男大生去找 這個那個對方男生 就叫肉腸那個男生 你看第一個已經錯了 第二個也不是去找 男生的父母親 就是說我來幫你 把女朋友的我再還掉 應該是這個女孩子的父母親 在哪裡呢 他不知道 所以這個應該要攤開來 不然你完全在幫這個女孩子 掩蓋事情 對 她已經有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不能掩蓋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化告 好 那我們的人生有時候 這樣我們可能需要跟人家開口借錢 有時候人家會開口跟我們借錢 已經這個去世的港姓叫吳孟達 他在節目上曾經說 他跟周潤發的一段過往 原來兩個人都是當時香港無線臺藝人 培訓班的同級同學 那出道的時候就認識了 而且私交還不錯 當年吳孟達走紅得很快 可是他也很快就迷失 在花花世界裡面 他花光的積蓄 還欠了大筆的賭債 走投無路 怎麼辦 他不得不跟最好的朋友周潤發 開口借錢 想不到 一向熱心助人的發歌 罕見的 很冷地回他一句 你自己想辦法 這讓吳孟達因此懷恨 還公開表示周潤發是他這輩子最恨的人 那多年後東山再起的吳孟達才知道 原來當初周潤發不是不願意接他錢 而是擔心他會繼續沉迷於賭博 而他今天之所以能夠有再拍戲的機會 也詮釋周潤發 私底下向導演舉薦 讓他多次感念這個好朋友 當時不戒之恩 天啊 所有朋友們你來跟我借錢 我不之所以不戒你們 我是有苦衷的 應該這樣講 不戒之恩 不戒之恩 是 那我先請教一下劉律師 所以如果有人幫你借錢 你會想要幹什麼嗎 會啊 我一定會想瞭解 而且我說實在 真的 就一般人講說借錢 你就不要期待他會還 所以你要借出的錢 你就是要自己心中有打算說 這個錢可能不會還回來 否則你倒就是求人家還 如果說他負責輸 人家要來賺錢 賺錢 你要照顧嗎 我這種錢我就真的很難借 因為我就算借他 他還是會去賭 沒錯 所以我反過來應該是說 他應該怎麼跑路 我可以給他生活費 給他吃飯錢 但是我沒有辦法借他錢 就還賭債 你賺錢 賺錢 賺錢 你還沒辦法叫 這個講都很難聽 一般遇到這種 我們就趕快報警而已 那警方也是會真的去處理這種事情 不會真的發生什麼賺錢 賺錢的事情 我會跟他講 我會跟他講 我真的不借你是因為十年後 你就知道 我為什麼不借 十年後 你會感謝我不借之恩 我會把胡夢打跟中國那邊復制 那其實像我們 我們這個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就遇過有同學 他們那時候也是非常盛行 像現在股票市場很活絡 然後年輕人其實都玩很大 他們就去融資 他們不是單純買股票 他們是借錢買股票 就是等於說跟證券公司借錢 一旦那個股票瘋狂下跌的時候 就會斷頭 斷頭就是你必須要補錢進去 那他們馬上就遇到補不出錢來 然後就要融資斷頭 就跑來求助 我們那時候大家都是二十幾歲 然後就說同學可不可以幫忙 那不然他就斷頭了 那我們的想法是 我現在補給你以後 你還是繼續玩 對啊 你一定是這樣 有一天你賺錢 會不會分利潤給我 不會 可是我沒有借錢給你 你會來怪我 對 那與其會發生這種事 我現在就讓你怪我吧 因為我會 我不想要參與這樣子人的人生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以這種方式 互相在交朋友 我們真的很難接受 所以那時候也是就跟他拒絕 那後來這個同學事後真的也是 他有找到有人借他 可是他真的也是理解 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瞭解說原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自己要付出代價跟承擔的 是遠超過自己想像 真的 對 是 溫溫有人跟你開過call嗎 有 那你是怎麼處理的 我覺得通常像我這個年紀了 我就會覺得說看真的人心隔肚皮 其實一般他要跟你開口 一定是真的 大概差不多下跪而已 他是只差沒有下跪而已 那像我身性善良 我以前都會覺得 那趕快幫你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會比較慢一點點 我會出手慢一點點 像我就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最近因為那個就是疫情的關係 他做的那個產業 其實受到很大很大的 就是重創 然後可是老實說救急不救窮 那他就開始就是開始借錢這樣子 然後後來其實我就有默默的觀察 我先講我默默觀察是說 奇怪 他是家裡面的一家之主 也是經濟的來源 然後其實財務已經出現狀況了 可是他的妻小過了一如往常 太太也是名牌包 然後小孩念的是國外的學校 一學期要幾十萬的註冊費 然後開的是進口車 然後小孩都是吃香喝辣 我就想說奇怪 那你怎麼會開口給我借錢這樣子 就不懂嘛 然後原來搞了老半天就是 他的講法是說 我就那個就是家 我一間單起 然後家裡面就歸家裡面 我不會去動到家裡面 那就很妙啊 曾大哥如果是這樣你會借嗎 就是說我可能是我賺的辛苦錢 讓你借給你 可是你們過得很開心 可是我每天提心吊膽 你什麼時候要還我 你真的會還我嗎 那我在那邊看你們吃香喝啦 那追星的是我 然後這是他第一次開口 我就覺得心裡有點怪怪的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他就是要過那個難關 然後當然就是講說開本票 然後幾個月之後償還 給我多少利息 可是這個我真的聽太多了 通常到最後就換你求他 你不要利息 你就把錢還給我 本金還給我 都很難 好 那又過了一陣子又來了 又說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怎樣 我收到一個訊息 可是很妙 上面的title是 比方說劉韋婷 比方說韋婷 你好 我最近怎樣怎樣 我想說他是不是傳錯了 立馬收回去之後 又改成文婉你好 就覺得說你就在撒豆子嘛 就是說你可能廣發英雄鐵 然後看誰願意來伸出這個元首 所以到最後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 把這個錢去借給人家 我覺得現在小的 好像我們沒救人錢 好像我們欠人 對 我這個心裡都要折騰好久 我就覺得我這樣子對嗎 可是到最後我真的跟大家說 那個關卡 那個時刻 過了就好了 你如果那個關卡沒有過 那就是你的你知道嗎 犯太歲 鐵石心腸五分鐘 就是 對 沒有 就是你犯太歲 你這個就是要破財 因為你真的是會拿不回來的 黃醫師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其實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第一次跟別人借錢 你有會跟別人借錢 我小學的時候 小學 沒有 這個 我小學的時候要回家 你最好講故事精采一點 因為我等一下要講我幼稚園的 那我想說我小學的時候要 我至今你看我現在都幾歲 我還記在腦海裡 是我小學的時候要坐公車回家 沒想到我坐錯邊了 結果我竟然坐去殯儀館 就是怎麼辦 可是已經到 是不是殯儀館 我們還是要趕快下車 要換另外一邊 對 所以你坐到辛亥路那邊去了 對 我坐錯邊了 然後我就 那可是我手 順便下去兩幾天 可是我身上已經沒有錢了 我已經不能回家了 然後我真的是在公車上跟那個 同樣的乘客借錢 不過是十塊錢 可是我今天很感謝 他讓我可以在殯儀館下車 然後坐返向的車回家 我可以借你一百 沒問題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 然後我也曾經遇過人家借我錢 是我在做住院醫師的時候 在眼科病房 我就坐在那邊打病例 突然有一個病人家屬 跑過來說 醫生對不起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千塊 我忘記是一千塊兩千塊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掙扎 但是我想說病人 應該是蠻辛苦的 應該是絕對是沒有錢 所以才來跟我借錢 而且他肯定是覺得 我是這個護理站最有錢的 所以他才找我借 那我那個時候就陷入 文文姐這樣的心情 就說他是病人家屬 我不借他 我又是醫生 那我我到底怎麼辦 見死不救 對 然後我就真的借他 然後他也承諾說 他真的要還錢給我 還問了資訊 我說好 那就借給你 可是真的後來他沒有還錢給我 所以從此之後 我就不借人家錢了 從此就不借人家錢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心態是很 天啊 你今天講這個 這句話的目的是 從此不要來跟我借錢 就是說你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可是你發現別人 竟然會利用你的善良 來批騙你的錢的時候 就算是兩千塊 你也很受損 所以我覺得我是經不起那種 受損的心情的人 所以我就不要去借人家錢 如果我想他跟你借一千或兩千 他沒有還 也有他的難處 我猜他 對 沒錯 只是說我也很感謝他 就是因為他這樣教我 我以後不要借給別人錢 也就是那一段 他那一段 你才有辦法今天在這裡 講這個故事 是 可以有之間這不要錢的 那你有經驗嗎 我覺得我是幾乎不跟人家借錢的 我會借錢一定是說 我今天錢包忘了帶 然後你要吃飯 跟辦公室同事借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可是你說借人家錢有沒有 我最多借人家六十萬 可是就是沒有還 六十萬沒有還 那當然 當然這個是因為自己 很親的朋友 那他也沒有簽什麼本票 也沒有給你什麼抵押品 朋友怎麼可能叫他去簽本票 那等於是說 就是說我分期付款 每個月還你 那當然就是第一年有還 每個月還你一萬兩萬 那我們算兩萬好了 就大概還到十二個月 就二十幾萬就沒了 那就像鄭大哥講的 你要借他錢的時候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這筆錢我可能拿不回來 對 那拿不回來 你是要用這六十萬 去認清一個朋友呢 還是就是當作是幫助他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借這個錢給他 我太太不知道 然後我媽媽不知道 就是我家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能去跟誰講 對不對 那你就借他錢了 還二十幾萬之後 剩下的錢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這個六十萬 是世界巡迴首眼嗎 是 但我要說的是說 就像剛剛温安姐講的 就是你就一天就會 那個心就揪在那裡 因為他人就 就人間蒸發囉 對 就找不到人 你就發現說他臉書訊息 也都停止更新 我不是說擔心我的錢 拿不拿回來 那是一回事 是說這個人怎麼了 怎麼會沒了 他是遇到什麼問題嗎 或怎麼樣 你就很想要找到他 找到他是 因為這麼好的朋友 他前面都有還你錢 為什麼突然 沒還 沒還也沒講 他有時候沒有還錢的時候 他是會跟你說 我這個月 趕不過來 我下個月再給你 我就說OK 沒關係 這個有錢再還就好了 我們自己這樣講出去了 但是你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半年人都不見了 你就會開始擔心 他還是我的嗎 好 等一下未來 我們繼續討論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所以志偉最後是 對 就是你就覺得說 其實六十萬我們要賺 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但是有些人他跟你借錢 他覺得很快 你借他會過去 他就拿到錢 可是六十萬我要賺多久 我一個月如果一年要賺六十萬 我一個月要存五萬塊 後來就是他半年消失了 那我後來也覺得算了 就是本來是從擔心 後來變成憤怒 就覺得說你怎麼會 就這樣不見人意呢 雖然錢不是很多 可是我會覺得 我們這十幾年的交情 難道就是 這六十萬 你還二十萬 四十萬就讓我看清你嗎這樣 後來你知道 就是大概一年 快一年的時候 我突然接到他的訊息 原來他出了一個 很重大的車禍 然後他在ICU裡面 待了四個月 然後才就是就是昏迷 昏迷了四個月 那他因為他其實家事 也蠻可憐的 他父母離異 那他爸爸已經到國外去了 那他媽媽就是也不知道跑去哪 他從小是被阿嬤帶大 後來他的阿嬤也過世了 所以他就只有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出了車禍 然後就是人都會 後來有還嗎 他後來 他後來做了一個生意 然後還他在種水果 還蠻成功的 他不但還我錢 而且還還我 什麼利息要還 我就說不用 那個就當作我幫你的這樣 對啊 所以有時候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人是發生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到最後你反而會覺得自己 好慚愧喔 那我請教一下劉醫師 因為我覺得是朋友 或是真的給我們開槌 譬如說就一百萬 你叫他寫個什麼 什麼開個本票啊什麼 好像開不了口 好像不太憲證他 可是又覺得我們的債權不保 沒錯 這應該怎麼辦 所以鄭大哥 我們會建議一些 比較折衷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你把錢給他的時候 務必用匯款的 留下證據 留下一個金流 那當然留下金流 很多人可以解釋 你到底是借錢還是送錢 你也可以贈予他 也可以借給他 那第二個最好有一些對話記錄 像這個LINE 或者是我們是用社群網站 一些對話有書面的對話記錄 我什麼時候借給你 或是你預計什麼時候還給我 有寫帳的對話記錄 就不需要我們很嚴肅說 白紙黑字 簽名畫押 是有一個對話記錄 至少可以有一個軌跡存在 當有一天我們真的覺得 他臉皮很厚 就是不見了 或不願意還的時候 我還可以拿出這個東西 來表彰一下自己的債權 那這個東西 大部分法院也都可以借 所以我都很 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要借錢給人家 也不好意思寫這些 但是你留下這些軌跡 還是有用的 有道理 好 那另外有個男網友 他上網發文 痛罵他的弟弟 弟弟月薪不到四萬塊 可是愛慕虛榮的女朋友 在他的這個女朋友的慫恿下 他買了一台賓士C三拜 如今這個車子的貸款 再延一騎車子就會被拍賣了 然後他還會被拍賣了 弟弟卻不想辦法解決 反而要求爸爸媽媽幫忙還 這讓這個哥哥非常受不了 他說家裡的房貸還有好幾期 誰有能力幫你啊 這個弟弟的情形 我們請文婉跟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現在看賓士C三百 如果是全新的車 大概要大概將近三百萬左右 那如果我們在路上 大家如果看到一個二十幾歲的男生 開著C三百新車 你會怎麼想 第一個一定是爸爸媽媽的車 開家的車 不然就第二個 富二代 然後一定是這樣子的想法 可是你再怎麼樣 也沒有辦法想到就是說 這個男生他只是也不能 我可以工作不分貴賤 反正他的工作就在洗車場 那重點是一個月三萬幾塊而已 好了 他交了一個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非常非常喜歡跟人家比 第一個比就是說 你一定要開好車 所以這台C三百的 女朋友叫他去買的 再來我生日 你一定要送我名牌包 不然就不夠愛我 再來我一定要去吃高級餐廳 什麼都要跟人家比 重點是為什麼人家講說 交女朋友那個口袋要夠深 可是也沒有深到這種程度 他因為這個弟弟太愛這個女朋友 所以任他於屈於求 他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弟弟 你說一個月不到四萬塊 那買車子你貸款可以嗎 那頭期款哪裡來 他聰明了 他跟洗車場的老闆 先借了頭期款 然後每個月月薪水裡面扣 好 再來車代 我剛剛講說這台車子大概快三百萬 他車代一個月就要講兩萬一千塊 好了 兩萬一加這樣 每個月洗車場老闆要 你借錢嘛 要分攤要還嘛 好 再扣掉 總共一千塊一千塊一千塊 一千塊一千塊一千塊 三千塊的生活分 他說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 你這個傻小弟 你這樣怎麼會嘎得過來 我剛剛講的 女朋友要吃都要吃好的 用要用好的 好了 事情那個洞越來越大洞 信用卡也刷爆了 然後到處也跟他借了五萬塊 跟哥哥開口 後來好了 那個很精采 他這個車代已經兩個月繳不出來了 兩個月繳不出來 再一個月 因為一般三個月車子就要被拖走 結果這個弟弟不但沒有 他說不然你乾脆就賣掉 你就賣掉 他說不行 我車子萬一賣掉 我女朋友會跟我分手 他選擇的居然是說 是不是跟父母親開口說 你幫我 幫我個忙 可以把這個難關渡過去 哥哥就很憤怒 他說家裡面的房貸 都不知道誰來幫忙了 居然還要幫你 用這個腮脾 所以他就講 就是反正呢 他說如果是 你如果有這樣的兄弟 那你要怎麼辦呢 對 其實我們社會上 真的有這種年輕人 很多 對 大家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們手上也真的遇到這樣子 通常是這樣 男生本身可能 他不一定有外表 或是有能力 可是他剛好就喜歡上一個女孩子 這女孩子呢 我們現在都講說 可能是什麼直播主 網紅 不是說真的那麼紅的人 可是就是一個 有一點小有知名度的 那這女孩子要怎麼樣讓別人覺得說 我男朋友很不錯 當然就是要炫耀 我男朋友要送我包包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高檔餐廳 然後就拍一些照片在那邊 男朋友車子多好 那這個男的什麼都沒有 他也沒有專長 也沒有收入 那怎麼辦 偷拐搶片之後 營造出一個假象 那女孩子 知不知道男生是這樣 當然其實也知道 可是他就告訴你很簡單 你沒有這些獎項 那其他男的對我也很好 也都在追求我 人家要請我吃高檔餐廳 你又沒有 那怎麼辦 要嘛吵架分手 那要嘛 就你想辦法讓我有 所以男生就會開始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遇到這個男的就是 也是一樣 那如果他正常在手機行工作 一個月薪水兩三萬 那他怎麼增加額外收入 開始去騙那些個資 個人資料 賣給那個詐騙集團 你來手機辦門號 你會提供一些個資 他賣去給詐騙集團 一個一萬塊 另外呢 如果有一些兄弟要討債的 通知他去幫忙討債 可以分點紅 他的生活就是每天都很精采 每天不是去幫忙討債 就是去幫詐騙集團 然後一個月收入就是 高高低低不穩定 大概經過一年左右 跟這個女朋友大概一年左右 花了五六百萬 我們的問題是 你怎麼何來五六百萬 他就靠這些 每天都過著是 應該說刀裡來槍裡去的生活 然後他表示他很愛他女朋友 就供應他女朋友這些 看起來外面很好看 結果到最後呢 有一次他被砍了 男的被砍了 所以就住院了 短時間沒辦法給女生這樣子的 虛滑的生活 女孩子要跟他分手 是 那最後這個男的怎麼解決這件事 他拿槍把自己斃了 從心臟開一槍 自己了結 自己了結 對 我們還在幫他打官司 就我們還在幫他去打 打那個他跟人家傷害 這種討債的官司 打到一半 奇怪為什麼傳票通知 他也都沒有這個訊息 我們通知他都沒有回應 然後問一問到最後問不到 我們問他朋友他說他在前兩個月 自己開槍把自己打死 就是因為這樣 那我當然會覺得說 年輕人他們的感情觀 很容易是 他是想要有一個 這麼漂亮這個女神般的女朋友 可是你明明沒有能力 擁有這樣女朋友 這女朋友是幻想 我要有一個王子般的 這個生活 浪漫 對 高富帥 你明明男朋友就沒這個能力 沒這個本事 互相就假象來騙 騙到最後結局就是 一個人命都沒了 Kitty有開車嗎 我沒有 你沒有開車 對 我問你那開車 一輛新車的開銷有哪些 就是定期的檢查 然後油鹹嘛 然後還有有時候可能擦狀 然後就燃料稅那些東西 就這樣 對 停車費 保險 保險 對 你剛剛講狀況要修理 對 第二個是要保養 是 第三個是要保險 對 第四個是要排照稅 對 再來是要燃料稅 再來是要加油 再來是要折舊 再來是要停車 我還不為了 一個老婆還貴 對 真的 真的 不小心等一下要脫掉 是 知道嗎 車子很可怕 所以我認為這個男生 一點頭腦都沒有 對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臺灣外公 龍高龍 風高風 我們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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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就交朋友還滿重要的 對 這個男生交了這個女朋友 他就慘了 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女生 如果真的繼續交往下去 你也慘了 真的 因為這個男生也沒頭腦 所以我請教黃醫師 你有兩個兒子 那你會跟他講交友很重要嗎 有 我一直都從小就灌輸他 因為我覺得當然古人說 有職有量有多穩 就是說你本來就是選擇正職 誠實 而且是比較不會花言巧語的人 但實際上你 如果在那個社會上走動的時候 有些人確實會因為 比如說朋友關係少 然後就會覺得很孤獨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哪一些東西 出來的時候 可以吸引朋友對我的注意力 朋友會願意跟我交往 所以我大概從小 就會跟我小孩子說 其實那些東西都蠻虛的 蠻虛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故事 其實我也會很擔心 萬一我的小孩以後 交到這樣的女生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先打預防針 打預防針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會告訴他 比如說如果你的女朋友 跟他跟你講說男生 你希望買一個名牌包包給我 其實我們就要去問說 為什麼需要買名牌包包送你 我覺得這個理由很重要 像這個女生的話 他需要車或說需要包包 或者其他一些比較奢華的配備 純粹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去跟他的朋友比 他覺得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他就會丟臉 那我覺得這邊就有個很重要的邏輯 是如果你覺得你沒有什麼 去跟人家比 你就會丟臉的話 理論上你從小到大 應該已經丟臉好幾次了吧 再多丟臉一次應該沒關係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理由 像不是不能買名牌包包給女生 可是如果是沒有就會丟臉的話 那我覺得不需要買 不需要購買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問得很清楚 那另外就是 你的小孩分辨得出來 這個是編市還是BMW還是浴龍嗎 我那個小孩子很特別 我們大家女生在背包包 都他從小都一直看 他都沒有反應 可是有一次走進去一個電梯裡面 他看到一個女生背愛馬仕的包包 他馬上說包包 他其實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跟說這有一點 有一點我們也沒教他 為什麼他知道那是愛馬仕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愛馬仕 可是他對其他的包包 他都不會指著人家的包包 他就挑貴的說這個包包 可是他就會指著 那個女生背的愛馬仕包包說包包 對 然後說以後我長大買給媽媽 那很好 我自己的話是沒有要求就是說 給小孩子這樣的觀念 我通常是給小孩子跟他講說 你的錢你有沒有辦法負擔你自己 所以我先給他這樣 如果說他會覺得 沒辦法負擔自己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想要去負擔別人 像這個男生可能從小到大 都家裡給他負擔的好好的 讓他誤以為他自己有能力 但其實如果小孩子 從小就知道說 可能我將來買房子要靠自己 買車要靠自己 他大概不太容易會被其他的女生 騙這麼多錢走 而且這個真的很天真 像我覺得買一台車 跟養一條狗的意思是 一模一樣的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小 那個我女兒小時候的時候 大概念國中 她一直跟我講說 我好想養一條狗 我好寂寞 牠可以陪我玩什麼 因為牠只看到玩 牠只看到好開心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付出的責任 對 養一條狗 牠有一堆 就好像鄭大哥 剛剛數給大家聽的 你買一台車 他包括他本身的車款之外 他附加的很多的 你要每年要付 或你隨時隨地要付的責任是什麼 你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都沒有跟牠講 像我就跟我女兒講 因為我女兒現在已經大學 她有她有那個駕照了 她也曾經跟我講說 媽媽那如果我現在買一台車 OK嗎 那我就說 那我先跟跟妳分析 買一台車必須要 因為其實也不是買 我那時候有一台舊的車 要換新的車 我本來是考慮把舊的車留給他 然後我們在考慮當中 就有討論到就是說 好 家裡多了這一台車 你要付出的是什麼 結果呢 我講完了之後 他就說 媽媽 你趕快賣掉好了 我們家裡就一台車就好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其實可能這個中間 很好的教育 中間當中可能父母親 可能就是要無形當中 要跟他講說 這個什麼價值觀要告訴他 而且我補充一個 朋友圈確實會影響你 對這種就是說 有身外之物的那種看法 比如說我前幾天 我朋友就突然問我說 他說他周圍的人都帶勞力士 那他只有帶那個表 他是不是也應該去買一支勞力士 那當然我朋友 他當然有錢去買勞力士 可是我身為他的朋友 我只跟他講句話 因為我覺得那個氣氛很奇怪 為什麼別人帶勞力士 你就應該要帶勞力士 明明你跟勞力士就看起來 就整個不搭 對 然後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香港首富李嘉誠只帶金工表 對 他只帶金工表 而且理由是因為他覺得表就準就好了 所以他並不需要其他的各個非常大品牌的表 事實上他的財富是可以把任何的大表廠 都買下來的人 可是他只要看中的是那個功能 所以這些身外之物 就看你的標準判斷 所以有時候人家說有很好 但不一定這個是你需要的功能 我聽朋友說他跟他的小孩說 我們的小孩有機會而已 他就知道說 有辦法分辨這是連勞肌尼 看著跑車還是看著那個什麼 保時捷或是法拉利 然後他賓士跟BMW 他就覺得那是還好啦 普通的車 但是你知道也不錯的車 如果看到有條件我就說那奧有條件 奧有條件 怎麼都 他以此為奧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他的孫子很厲害 不行啦 覺得他的孫子很厲害 都可以判斷各種車 對 能已經有辦法分辨各種車了 而且好壞還分得出來 未來的蘇馬克這樣 這樣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因為像我們的朋友當中 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 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歡車 所以他的兒子出生以後 他給他的都是玩具車 就是他開始玩玩具的時候 反正塑膠的 鐵劍的 或是便利超商在收集的 所以他兒子就是幼稚園中班 就可以分辨各大廠牌的車子 所以他就很常以這個為榮這樣子 那我就說 可是你這樣會不會擔心 讓你的小孩以後 就是覺得我飛什麼車不開 他說不會啊 我有跟他講 你爸爸現在開的 就是這些玩具車裡面 這一臺 比方他可能是開TOYOTA 他就是這一臺 這臺是裡面最便宜的 但是他是 譬如說保養費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樣 保養費 然後維修費什麼的 而且你看他撞到 實用 TOYOTA 對 你開到他撞到 你都不會心疼的那一種 所以他說其實你就只要灌輸 出小孩正確的觀念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像我的小孩 我從小給他們穿的鞋子 衣服 我不會買名牌的 像他 像我們家老大就會回來說 他有同學都穿什麼Nike 什麼紀念鞋 我跟他說其實你的腳還會長大 你這個穿 穿沒多久就不能穿了 所以等到你已經不會再大了 你要買 我們再買好一點的鞋 要不然其實你們穿鞋子 他們都會踩那個腳底 好的鞋子也把你踩到壞 所以我的觀念是跟他講說 如果有一天你有能力 你要買什麼 你自己去買 那在你現在在念書花錢的階段 我認為可以用就好了 不用什麼都要去跟同學比 爸爸 我同學他都用什麼iPhone13 我說很好啊 那你是十也不錯 他就說可是我就覺得 我的功能比人家差一點 我說那你如果有本事 你就把你的押稅錢存一存 你要買你再去買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本事 就不要去跟人家比較 所以其實我的小孩 他們已經都被我教育的 就是說我有就好了 我不用去要最好的 那因為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比較不會有機會 像這個男生這樣子 為了要把一個妹然後去把自己打左臉 充胖子 聖言法是說 我們今天的所有是昨天的努力來的 對 那未來的所有是現在正在努力 真的好 然後他又說 如果你一直都覺得不滿足 那你就是窮人 沒錯 內心很貧窮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身上很有 那你就是個富人 並不是決定於 你有一百億 你還是覺得我不夠 那就很窮嘛 對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百萬 可是你覺得很富足 那你就是富人嘛 應該是這樣來定義 沒錯 是 那我補充一下 其實人生一直在做兩件事 一個叫知足 但是一個是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那你說像今天這個案例裡面 這個男生好了 他希望有一個很漂亮的女朋友 這個夢想其實沒有錯 可是他追求的方法 我覺得錯了 因為他自己的能力 有有他的機械 對 那他如果正向的 有的人他可能去增加自己的學識 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增加自己的技能 可是他用的方式是 我去偷拐搶遍 比較快 因為他的夢想 已經離他現實能做到的落差過大 那當然也很多人 他因為有一些夢想 所以他可以比一般人更努力 而達成 對 那我們雖然我們也是很希望說 大家都是知足的 那知足呢 有可能讓大家不會往前跑 可是讓大家太往前跑 又可能投機 所以常常都是在 在這邊去做拉扯 所以我比較鼓勵的是 他有夢想很好 可是應該正向的方法 去搭乘他的夢想 對 這個年輕人 你洗車 一股月沒到四萬塊 你要去找那種會嚮嚮你 腳踏實地的女生 這個你才有幸福 這就是選擇所謂的朋友 對 或者多做幾份工作 你也可以除了洗車以外 再去兼別的職 增加你的收入 對啊 需要為了一個女生 肝臟壞掉 因為女生的美貌會老去 不用這樣子 沒錯 你講對了 真的啊 書中自有言辱 我一直翻耶 一直翻耶 找不到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好 那KIDY這邊啊 有淘金女友還滿多的 其實剛才智瑋哥講的 我覺得我們做父母的身教很重要 還有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我現在要分享是有關價值觀 像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家 全家都入國際學校 那他哥哥就交了一個校外的女朋友 那這個女生呢 他會帶他的閨蜜 然後常常就是在國際學校裡面就是打混 就每天幾乎都到學校裡面 那可是後來不久之後 這個女生又搭上了其他男生 那不久又再搭上了其他男生 可是他是一個 換過一個越換越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國際學校 其實學費滿高的嘛 那大家就會去比較那個家裡的環境背景 那到了一段時間 到了就是我的朋友要去大學念書的時候 這兩 就是他哥哥的 就是以前的女朋友這兩個女生 他們也跟著去美國 可是像我的朋友是因為他是很好學 他就申請到非常好的學校 那這兩個女生就是擺明 就是去那邊混個文憑 就隨便就可能語文學校 比較那種比較沒有到那麼好的大學 那去了之後呢 他就會約我這個朋友 女生朋友講說 我們去喝下午茶什麼之類的 然後每次都說要去比佛麗三樁 但我朋友就覺得 課業壓力很重 父母花那麼多錢讓我來 我要在家念書 就都會拒絕 這兩個女生就每天都安排 比如說這個購物的哪個下午茶 可是也因此這樣子 他們搭上了非常非常有錢的男生 就這兩個女生嘛 一個 現在嫁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是就是台灣滿厲害的 上市上櫃的家庭 然後在另外一個女生呢 她現在就是非常成功的女強人 還是不停不間斷的 在這個上流社會打轉 所以你是想說這個兩個女生 讀書的時候沒有認真 沒有認真 然後一直換男生 對 可是他們是 結果後來 他們結局是好的 對 可是我們結局 我們這個節目怎麼做 沒有 我只是要分享 其實還沒有看到結局 還沒有看到結局 我只是要講說 價值觀的偏差 有時候就是會變成小孩子的方向 會是這樣子 像這兩個女生 的確你說一個 就是一個可能真的很成功的 變成一個拋金的女生 她嫁得很好 可是這個另外一個 也不一定會好 我們的家庭的身教 因為我覺得其實像我們 像我們在教育小孩子的時候 常常我們就會像志偉哥 就是跟小孩講說 球鞋怎麼樣之類 我也是這樣跟我的小孩講 小孩子會做比較 說可是他都有 我都說那是他們家 我們家的能力就是這樣子 而且不要做比較 人比人真的會氣死人 我們做好自己最重要 我剛剛有問那個問題 到底不一定說 一定是否定他 對 我有個朋友他小孩 也因為喜歡鞋子 所以他現在才大學 還沒有畢業 他就已經在網路上 在賣很稀有的 被收藏的鞋子 他已經變成一種專業鞋槓了 結果你知道他還沒有大學畢業 他一個月都可以賺幾十萬 是 那個貴的鞋子 他能找出來就是有人買 特例 他有專業 可是他去買那個球鞋 就要花一筆很大的錢 可是可以賣更高 對 慢慢累 這是特例 他可能就要花費時間就排隊 非常有生意頭腦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的小孩 對鞋子非常有研究 不是壞事 或對車子有研究 也不一定是壞事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剛剛補充Kitty這個故事 我們先想想看 如果今天這個女孩子 他是不喜歡念書 那每天只喜歡 倒比柏麗山莊 看看名牌 喝喝下午茶 那你覺得如果有一個男生 是願意跟他交往 或喜歡跟他交往 他們兩個共同的生活會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逛街買東西 喝下午茶 那你覺得這個男生 他自己在自己的本業上面 會不會很有成就 我只是舉例 就是你說逛街 逛街 喝下午茶 買東西 對 他的生活就是這樣 好空虛喔 對 所以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 很空虛的生活 沒有沒有 說實在不是 因為像Kitty 你這樣子的故事 在我們手上的案件 其實非常多 就是女孩子 他幻想嫁入豪門 那男孩子呢 他幻想取得一個又辣又性感 怎麼樣怎麼樣的女孩子 這都有 也很正常 可是最後的結局會是什麼 女孩子不斷地在找下一個 可以給他金錢 好生活的人 男孩子不斷地在找 可以滿足他生理需求的辣妹 你覺得他們可以長長久久嗎 那只是在你看到 我說故事還沒有結局 你看到剛好走到一半 然後後面還有下半場 而且會非常多下半場 很精采的下半場 是 是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如果你自己 我們剛才鄭大哥一開始講 龍交龍鳳交鳳 你的品德 你的個性 你的生活型態 你本身喜歡念書 你可能結交到念書的朋友 因為你們生活才有共鳴 那除非你自己很討厭這種生活 雖然你在過這樣的生活 否則你本來就容易交到這樣的人 那我們剛才講這種 我們其實非常多 你新聞打開就有 什麼在富二代 在夜店認識哪個小姐 哪個小開又再怎麼樣 那我們心中的OS 就是你們在夜店認識 那最後這個男的 會不會在夜店認識別人 百分之九十九吧 對不對 那你這個女孩子 本身什麼都不是 幻想嫁入豪門 這個男的不知道嗎 也知道嘛 那他為什麼要跟你交往 因為他知道你需要 這樣的人嘛 是 他就利用他 他要得到什麼 得到你的身體而已 那最後就再換掉 他再去得下一個 不過同時間得到好多人的身體 就這麼簡單而已 謝謝劉律師 最後幫我們撥亂反正 我想要補充就是 像大家都知道童話故事的結尾 白馬王子跟白雪公主結婚 可是其實他們是兩個 不同環境的人 所以其實不是結尾 是故事才要剛開始 對 所以我也就是像 劉律師說的 可是雖然撥亂反正 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沒有絕對 要看你本身 你要的是什麼 像我有父太太 他就擺明 他知道他女兒真的是不愛念書 每天就是身水水 然後每天看著鏡子 然後幻想著他要什麼 去派對或幹什麼的 他知道女兒是這個德性 可是家裡有錢 那唯一能做是什麼 我給你送到什麼 貴族學校 就國際學校 可是在那一個圈圈裡面 認識的也是富二代 家裡都有錢的 他只覺得說 那你就找到一個好的人家 或幹嘛 你至少結交的是 金字達頂端的人 好 可是後來是不是就談戀愛 還真的 真的就在一起 後來也真的結為親家 可是你就說 那男生一定會去找別人 那是一定的 可是這個女生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覺得說 那我可以再往上爬 所以他又找到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他們金字塔頂端 就活在那個金字裡面 所以他也不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我就怎樣敗壞 沒有 像我那個貴太太 我女兒現在又找到一個更好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現在很特別的地方是說 他三觀已經一直在改變 只是說看你要什麼 就這樣子 是 好 那另外Kili這邊 有朋友交了假名媛 對 其實像我的生活圈 常常覺得男生朋友的 女朋友都還讓我覺得 滿刷三觀跟很精采 我覺得我一個男生朋友 交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真的很用心的 在經營自己的外在 他就是每天就看到他 就是如果聚會 都是穿名牌 很明顯的名牌就是穿 然後我就想說 全身Logo就對了 對 Logo就是很明顯 我想說這女生是名媛嗎 我們就好奇八卦問了一下 然後大家旁邊就說 應該是名媛 那我可是他們每次聚會的時候 非常會吵架 這個女生就動不動 就是會甩汰什麼的 我就會發現這個女生 就會跟我朋友講說 你都這樣就是在那邊賣 然後這個男生就會講說 好啦好啦 那去買個包 買個包 或是你想要買什麼 就是很明顯是用物質 在打發這個女生 然後這女生就每次說 就是吃個飯 那咪咪咪咪咪 就覺得很討厭 那有一次呢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就跟我講說 我們就去二手臉 這樣滿好賺的 就有一個包 有一個包 我們這樣 八卦 八卦 那種不買 那種 自己去買包有沒有 不要你是包 你是八 你就至少會 對啊 會用包打發你 然後用咪咪咪咪咪 這樣捏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我們可以拿自己的包包 然後去二手店 就是包包換包包 可以就是補個差額 再換其他包包 我就想說 好去看看 想說可以換個新的包包 結果我就發現 我就看到那個名媛在裡面 然後我看到她的時候 她一看到我她有嚇到 她就趕快就走了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 跟老闆熟 她問說剛剛那個女生 就是來幹嘛 她就說這個女生 她常常會拿新的 名牌的包包 衣服 鞋子 然後來換現金 然後不然就是把自己的東西 二手拿來賣也會有 然後可是她也很常 都來買二手的名牌 然後我就聽到我很 就想說 她不是名媛嗎 然後我就去問其他的男生朋友 後來大家就去打聽這個女生 後來發現她是假裝名媛 然後我們就整個想說 這樣也可以喔 然後就去跟我們的朋友講 後來這個女生也因為這個事情 就是那個朋友圈都沒有辦法 生活繼續 不過當後來你走條 你就知道假名媛還滿多的 真的很多 不過劉醫師 如果你碰到這個 要來跟你耍脾氣 塞胎 然後要換包 要你安保他的 你會怎麼處理 法院界 你又能幹嘛給我 法院界的 這不是來詐騙的嗎 那不是要來詐欺的嗎 這樣就可以告啦 當然不能告啦 對啊 可是很明顯 你看我在那一趟都不理我 法院界 這是什麼法院界 我又沒幹嘛 說清楚講明白 我先去 志偉 如果你的女朋友這樣 要你安撫他 跟你這樣子耍脾氣 你會怎樣 我真的沒有能力 你說怎麼送他一個包什麼的 但是說實在話 這項是最快的 只是說這樣的方式 你會把他寵壞 就是說如果他每次吵 你就用物質來滿足他 送他一個包或是給他錢 如果我今天跟你講說 我答應你什麼事情 我沒做到 我就怎麼樣彌補你 那你答應人家本來 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如果交到律師 律師就法院界 對 如果你交到警察 上手銬 關入激流所 遇到記者要上頭條 沒有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是如果兩個人的愛情 或者是婚姻 是建立在這種物質上面 是滿可悲的 對 那但是說 話又說回來啦 因為你用這樣的方式 去讓一個人對你 就是說於去於求的話 其實這種愛情也不會開心 女生去跟男生要什麼 要什麼 但是我不跟你要 我什麼都沒有 現在很多女生的心態是這樣子 可是你越要越多 只會讓這個男的覺得 反正我用這樣來打發你 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就是不會長久 那黃醫師曾經這樣子撒嬌 然後得到包包嗎 都沒有啊 都沒有 你到底會不會撒嬌 完全不會啊 滿適合來當律師的 對 笑 這個 你有撒嬌過嗎 也是我嗎 咖啡撒嬌 咖啡撒嬌 我曾經撒嬌 然後得到試用品 就給那個個員有沒有 拜託啦 小姐 我又又看啦 好啦 拜託啦 就這樣一小罐有什麼關係 我這樣有沒有開心 我們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我們的個性很難 男女朋友的時候 那你的當時在交往 沒有 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覺得很難 不要再問我這個傷心的事情 那只能自己買你知道嗎 哪有可能啦 可是有時候你們女人 適度的撒嬌真的是OK啦 哪有 就像黃醫師講的 你要要的東西是男人 很容易就可以滿足到你的 那男人也會因為這樣 有一些成就 對門的那個李太太 他老公 他跟我講 他老公給他買了一個新包 什麼新包 我們家裡面要繳水電 要繳學費都沒有了 還要什麼新包 那女婦就會花掉了 然後或者是可能你跟他講說 你需要什麼東西 他會覺得說你為什麼 就像黃醫師從小教他兒子的 你要包包幹嘛 包包能幹什麼 對啊 只是裝東西而已 隨便一個那個藍白塑膠袋也可以 所以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看人 我聽那個我們服裝師說 那個有個包包 價值好像是六萬塊 然後那個包包什麼都不能裝 只能放信用卡 對 真的很流行 迷你包 這樣而已 對 然後那個包包要六萬 是 對啊 那就是如果你太太跟你講說 他需要那個你願意幫他買嗎 對啊 如果我能力護得其餘 太太想要當然OK啊 真的 都不用這樣 不用想想 就是那個東西就是個裝飾品 是不是 是 他其實就是單純的 他的名字就叫做小廢包 現在很留意 小廢包 對 廢就是那種廢氣物的廢 就是根本用不到裝不了東西 他們就叫小廢包 對 然後就是這樣 小小一個造型 真貴耶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從包的大小 就可以看到這個女人 她身上肩負的責任的大跟小 好命 就是說她應該說 她現在操勞的程度 像一般的媽媽 像黃醫師就知道 我們包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因為裡面是白寶箱 所以三個都拿出來 拿出來 志偉 你看得懂包嗎 你說牌子當然知道 但是你說這個包包多少錢 價值多少 我覺得男生真的比較沒研究 我們就是付錢 如果背個小廢包 你要不要把它貼個執行官這樣子 沒有 因為像這個 我就覺得說這浪費錢 因為不實用 對女生來講很重要 但你如果要因為這樣 因為解代的不是實用 是虛榮